2月21日 台湾资深政治评论员 国民党前立委蔡正元的一段分享 震惊了台湾社会 不少网友都在惊呼 这是美国总统拜登的食言 还是美国真的准备好了毁灭台湾计划 事情是这样的 蔡正元2月21日在脸书分享了美国华盛顿广播节目著名主持人加伦尼克松的推特发文 尼克松在文中称 有白宫内线消息披露 当被问到有什么比新保守主义乌克兰方案 更具灾难性的事情时 拜登竟回答说 等你看到我们毁灭台湾的计划就知道 消息一出 惊呆了一众台湾网友 有人认为拜登上任以来食言不断 包括访问日本时突然大喊 美国会保卫台湾 演讲时说儿子在伊拉克牺牲 助选时称将解放伊朗 还讲错了美国的周术等 所以这次拜登可能是再次食言了 但有网友表示 其实几天前就有人贴出了加兰尼克松的推文 但台湾似乎没有媒体敢转引 知名度高的蔡先生是第一个率先贴出的 有人直言 不能被政客出卖了 很明显西方世界正用尽各种方式 想制造中华民族自我毁灭 两岸都要理性 还有人说 以美 我从不 我从不怀疑美国灭掉台湾的计划 他们看台湾的半导体不爽很久了 可以说 台湾民众对美国的这种不信任感已经存在很久了 去年 俄乌冲突爆发后 以美的氛围在岛内更是日渐浓厚 因此我们才会看到 尽管美西方一直直接或间接地支持蔡英文当局 民进党也是天天煽风点火 但去年11月九合一选举 民进党仍然打败 很能说明大部分台湾人已经不太吃美国那一套了 不以美是死路一条 台湾中国时报日前刊登的一篇文章说 在一连串的世界局势变化后 台湾人已经不那么信赖美国的安全承诺了 这跟情感没有关系 完全是国际实力的问题 美国国力已经快速走下坡路 在跟北京的太极拳中丝毫没有震上风 任谁都看得清楚这个简单的事实 更别说美国人到最后一刻出卖盟友的事情 庆祝难输 文章最后说 台湾需要跟美国建立友好的关系 但那是平等的 过度依赖美国而丧失了自我利益的判断 最后必然失败 因此与美国合作同时又自立自强 是台湾的活路 对美国的做法永远要只保留的态度 不以美绝对是死路一条 我来